四位女生一次排開 全新女團誕生了 仔細看看這臉孔 怎麼好像有點眼熟 本來該出現在政治場合的 現在跨黨派棋聚一堂賣力熱舞 包含國民黨台北市議員徐巧新 五黨籍高雄市議員黃捷 民眾黨發言人徐千晴 還有民進黨青年部副主任謝子涵 原來不只當政治人物 現在還要斜槓當演員 徐巧新努力保持身材 就是為了舞台劇成像起風的演出 故事講述一群怪咖組成網軍 卻因為策略失誤 導致霸凌事件炎上 大家得趕緊透過聲量挽回一切 黃捷也心有氣氣焉 要透過劇情讓大家了解 網路惡意留言的重要性 四位政治人物將在不同縣市的 演出場次中 飾演男主角凱爾的初戀情人 女主角則找來事後林晨曦 我也很喜歡這個議題 就是大家能夠去探討這樣的東西 那也希望藉由戲劇的方式 可以帶給大家更多的思考 但主要是想加入女團吧 林晨曦說也是因為之前 與導演合作過電視電影 演出時哭得太慘 才趕緊跟信念祖說 下回能否演喜劇 如今也算許願成功 要如何詮釋詐騙犯角色 讓觀眾超期待 TVBS新聞花旬三尋太北報導了